在咱们农村同样都是搞一种动物的养殖 为什么有的养殖赔钱 为什么有的养殖是在赚钱的 难道是在咱们农村说的那句话 十个养殖九个亏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行业还是在赔钱 有那么多人还是同样在养呢 难道这些养殖户都是傻子吗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今天呢给大家探讨一个 在我们这块有一个80后的小伙子 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已经养了有八年的历史 到现在为止才刚刚赚钱 前几年几乎都不怎么赚钱 因为每一个行业 上线大家都知道 都需要养殖技术和养殖经验的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养殖行业呢 可以说所养殖出来的这个动物 都是非常受市场的欢迎 到底是养殖的什么呢 先看一下我今天在他家里边 给大家拍摄到的视频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不难看出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养殖呢 就是养殖鸽子 鸽子的品种啊 相信大家都知道 肉鸽性鸽等等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了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养殖 这个农民养殖的就是养殖肉鸽 在视频的开始呢 我都和大家说过了 他在养殖这个肉鸽的时间 今年已经是第一 养殖肉鸽子的时间 我都和大家说一下 我都和大家说一下 您的蛋糕 这是养殖肉鸽 第二并不可能 这个养殖鳄 那么就把你吻殖 如果第一看到 全部是水 就要离殖肉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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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